加州大火 今晚恢復供電 星期三通煤氣 事弱在灣區的北加州大火 導致大範圍停電和沒有煤氣供應 太平洋煤電公司PG&E表示 最高峰的時候 曾經試過有超過34萬用戶 同時沒有電力供應 雖然PG&E經常面對山火 但因為今次山火規模大 他們都派出超過3,000名工作人員 到現場進行電力和煤氣設備維修 進入現場的PG&E工作人員 首先的任務是評估安全情況 通常12至24小時內 就可以得到安全報告 然後就可以進行維修 基本上電力恢復的情況已經有94% 暫時還有22,000人 在Soloma County和Napa County 他們暫時還沒有電力供應 我們預計他們的修復服務 都應該在今天之內可以完成 跟電力相比 煤氣設備的維修更需要時間 直至到星期一中午 還有15,000名用戶左右 未恢復煤氣供應 預計所有煤氣供應 會在星期三晚恢復 他建議已經重返家園的居民 不要擅自打開家裡的煤氣閘 而是等候專業人員上門檢查 因為星期一的風勢減弱 所以加州消防局已經移除了大部分地區的疏散命令 同星期日相比 已經有6萬名居民可以返回自己家裡 等候恢復正常生活 回到家裡的居民 如果對於家裡的用電煤氣安全有疑問 可以諮詢PG&E 天后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